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槟城一个非常小的地方 那槟城呢也属于比较简单比较小的城市 那当然今天我非常的有荣幸的 可以我们的这个项目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那今天我想分享的这个资本的项目呢 我就以一个比较轻松比较简单的方法 来让大家了解我们MOC Capital Berhad 想要做的哪些项目好不好 好 那在准备这个关于投资啊 关于上市啊 这个课题的时候呢 其实我本来准备了这个马云啊 最近很火红嘛 对不对 每天都在这个面子书上 在我们的卫星上都看到很多关于他的消息 所以我本来也准备了非常多的 这个关于马云要讲的事情 但是呢 偶尔间在卫星看到我的朋友 发了一张照片给我 我看到这张照片过后呢 我忽然间把所有马云说的东西都拿掉了 我们中国的朋友这个字呢 叫做Diam La Diam La的意思就是安静吧 就是说太多人听到马云的东西了 对不对 就像刚才林老师讲的 槟城人 马来西亚人 真的是会六七种语言的 我们给我们的马来西亚的卫星 一个人的掌声好不好 那如果我不说马云呢 说什么好呢 我决定用一个我比较熟悉 其实全世界就只有我最熟悉的故事 我本身的故事 刚才我们的诗意讲的没错 我现在是从事这个旅游景点开发的 但是呢 我在19岁的时候第一个生意 是在槟城的一个旅游景点的一个小街上 开了一档的那个巴萨玛兰 的意思就是说夜市小当 我是开夜市小当开始创业的 那我的创不是那个创造的创 是那个创墙壁提手旁的创 因为当初真的是误打误创这样子开始 那在短短的这个四年前学习了资本 然后如何利用资本的力量 我开始以马币五千块起家 那这个五千块到现在可以创造些什么东西 我就很简单的为大家呈现一下 那以这个例子来说 资本这个东西如何帮助到像我这样的企业家 好不好 好 那我们以前在开始的时候就想到说 要做新的行业嘛 商业模式一定会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想说 我们一定要做这个叫新奇特 什么叫新奇特 新鲜 奇怪 还有特别的东西 就比如我们第一间博物馆 在2011年开始在槟城的时候 是这个叫猫头鹰博物馆的 有看过猫头鹰的 请举手看一下 这里都已经很多 我看我们的主办方 Ryan 昨天好像是四五点才睡 还不是猫头鹰嘛 对不对 那我们也有相机博物馆 我们有那个爱情所种种之类的 那这些呢 都是经过了一些资本的打造 过后我们才可以做到 那我们也成功 则在从2011年到现在的成功 大概融资了三百万左右 这个是明年我们最新的项目 就是代底熊 Teddy Bear Museum 会在槟城开始 那我们就一直这样子做下来 我觉得说 我可以用一个视频 很简单的视频 给大家看一看 到底现在我们以五千块起家的项目 现在是什么样的 谢谢 Footprint是一个旅游经典开发公司 那么旅游经典开发公司呢 最重要的是 他们建立每个旅游产品呢 都是要变成一个先进 比较好的一个标签树 其中呢 包括 Merchandising 是一个很重要的旅游配套 那么Footprint呢 也会在 Merchandising 这里呢 研发比较多的新的景点 MING PAO CANADA Corea Laid 我们能够进入 MING PAO CANADA A 这是我们小小的一个企业的一个介绍片 接下来看一看 我们也准备在这个五年内 在马来西亚可以把旅游景点 做上次 就是我们这间叫Footprint Tourism的 那有人说有可能吗 都你五千块 然后明年2015年 你就要以你的公司市值的股价 2500万来做另外一个融资 那我说有可能 因为只要我们懂得运用资本的力量 那当然刚才我们两位的演讲者 都有提起我们的Tanshee Tony Fernandez 就是我们亚航的创办人 我在这里就叫他大Tony好了 因为他的名字也是Tony 不过他是大的Tony 这个是小的Tony 我在想说大的Tony可以一块钱起家 我这个小的Tony有5000块起家 还不错了嘛 对不对 所以我想应该做得到嘛 可以一点掌声鼓励好不好 谢谢 那当然我跟他之间有一个一样的 很重要的人物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群天使 那是什么是天使呢 所谓的天使投资者 那我相信在场很多位企业家 有可能也已经是天使投资者 他们就很要投新的行业 投资他们选择投人 这个人可不可投 那么他们也要的回报大概是5到20倍里面 那在哈佛大学呢 也曾经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报告 有天使投资者投资的公司 成功率高达200% 同时天使带进来的不只是资本这么简单 他们也把自己的人脉 自己的经验跟经历跟资源 注入到那个公司 那个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 那马来西亚的政府呢 也开始正视这一点 所以在去年 他们已经开始成立这个叫 Malaysian Business Angel Network 天使会自政府鼓吹 我们的投资家 开始注意天使投资的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公司的商业模式 如果你问我是什么的话 那请问市场上有没有很多人 点资很多 很好的点资 不过口袋里比较空空的 有吗 有 就像我以前就是这样嘛 对不对 那市场上有没有一些人 我相信这边在座的就已经很多位了 开始在物色新的项目 物色可投的项目 同时间 当然钱是比较有的 有没有这样的人啊 有吗 那我们就打他们结合 那我给大家看一看实际的案例 这个看了是像什么 21世纪的 我们叫保冷箱 那个冰箱 拿出去野外那个浇油的冰箱 在美国有一位年轻小伙子 他说哇我要做一个新的产品 这个产品呢 是一个冰箱 你可以charge你的那个苹果handphone 你可以放这有收音机 有广播机 然后还可以泡水啊 类似的 我这个项目我只需要美金五万块 所以他上到了这个天使融资平台 叫做Kickstarter 在场有听过的请举手看一下 OK不多非常好 机会很大 所以在他说要做的时候呢 你觉得说有人会相信这个风子吧 做冰桶啊 结果他放上去 就今年的八月而已 他放上去 他被融资 有六万两千多人融 同时他只是要五十万 但是他融到的是多少钱 美金一千三百多万 各位 各位企业家 到底是我们是风子 还是他是风子 我也搞不懂了 所以市场非常非常的庞大 只要我们有好的主意 所以我们的公司 MOC Capital 是做些什么呢 你可以说我们是解极生蛋 那 MOC Capital 我们在今年刚刚成立 那我们在这边 其实你看到光强嘛 我们的第二位路言者 其实也是我们公司的股东之一 我们其实要做的就是做 企业腐化的动作 我们的创始人很多 我相信很多位都今天就在场 还有可能大半的都是我们VSC的家人 带领我们的有这位 王泽贤博士 王泽贤博士 他本身在整个亚洲呢 是一个鼓吹 帮助新小企业上市 同时帮他们策划 或者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战略家 所以我们有空的话就是这样子 再开始选盘 然后再讨论说 如何把一个新盘做好 那王泽贤博士很喜欢说这句话 他说自己能控制结果的叫投资 不能控制结果的叫赌博 所以我们这边 如何我们可以控制到我们的结果呢 第一 我们会开始物色与评估我们的项目 怎么物色 如果是讲我们是厨师的话 早上去市场上选水果啊 选菜啊 选那些原料 就是我们所谓的物色 我们会有看看其他我们的要投的公司 到底属于什么样的状况 早期啊 中期啊 或者是后期啊 或者我们那个公司可投吗 它的红点 我们所谓的企业家可不可投 第二 做了这个动作 我们开始做企业重组 重组的意思是说 比如说讲白了 买菜买回来了 现在开始做菜 做得很好 也要摆盘嘛 摆盘要摆得好看嘛 所以我们摆盘的这个项目呢 就是我们会帮他们把他们的金融路线图做出来 我们也会帮他们创造或者是在做过他们的整个这个商业模式 当然我们也想办法让这个企业在市场上可以吸引他们投资者的注意 那第三就是到我们离场的机制 所有的生意都要离场嘛 对不对 那离场的意思来讲 早上买了菜 煮到很好吃了 还排到五星级的做法 是时候收钱了 那我们这种公司怎么收钱 我们就是以 比如出售股份啊 有些好公司我们留着做摇钱树 可上市的我们把它推上市 那当然 其中一个是清盘关闭 也是一个促厂机制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很多公司在必须管的时候就要管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都是我们的exit 然后这个我想问问各位企业家 全世界卖什么最好赚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说 是卖股票最好赚嘛 股票 买股票还没有这样好赚 发股票更好赚 那我们真正看到 我们富士康头500名的所有的首富呢 都是靠卖他们手上的股份 或者持有的股份来达到他们的这个首富的状况 所以我们也设立了我们自己公司的头像 包括很重要的这个六大行业 那当然我们也开始了 我们自己的这个事业投资的蓝图 今年2014年我们手上才有七个项目而已 我们现在还很新 不过呢 我们设了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就是明年2015年 我们总共会投40间公司 每一间公司我们投进去的呢 会在5万到10万马币之间 都是在创始或者co-founder的那个进场 那在2017年 我们也会以马币4000万的市值 融资同之间做IPO 那天使投资者 你怎么样参与呢 我们这一次将会在2015年 现在还没开始 我们2015年会正式的融我们马币500万 同时我们会稀释10%的股份 这个不是一个trust fund 它是直接进入总公司的一个股份 我们会把这个稀释给我们的天使投资者 那天使投资者呢 我们也把它分成100个配额 一个配额是马币5万 一个人最多可以拿6个配额 那我们的金融路线图 我相信在上面三顶的朋友 应该是看不到的 所以我会以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就是我用奖 我们第一轮会融资500万 那融了过后 我们第二轮再融马币2000万 那到我们的IPO的时候 我们才大概会融马币4000万 那你看的话 如果金融路线图 处于Angel One的这个 你的10%的股份 稀释到最后我们离场的时候 只剩下8.1% 但是你的股份的价值 从500万已经提升到3200多万 大概是6倍左右 总而言之说 如果一个简单的5万块 你在投的时候 我们离场做过这个两个步骤过后 我们大概就会 你的5万是320多千 就是说30多万 那我今天的分享也到此为止 我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 来结尾 那待会我们在外面呢 会有一个我们的booth 你们有兴趣 如果你们身上有一个好的项目 可以来找我们 如果你觉得说 你想要投更好的公司 也可以找我们谈谈 那这个故事是这样 在法国有一个非常大的河 你在上面看下来是这样子的 那在每年呢 他们都有一个非常胜大的一个比赛 这个比赛是游泳比赛 而且一年只有百多个人可以参加 它的难度是难道说 你必须准备了一两年才可以去参加 其中一个理由 为什么它会非常的难游 因为那边很多屋 你要从这边游到对岸 然后通常都是游好几个小时的 所以你游的时候 有一两船在旁边 等着你 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 那有一位年轻人他决定要参加 他也努力了很多年 决定说这次一定要扩出去了 他就游 一开始游 游都不知道也不知道多久 开始全身非常的累了 开始有一个声音跑出来 天使的声音 继续啊 不可以放弃 一定要拼下去了 这次多难都要拼下去了 然后忽然间另外一个声音又跑出来 这个是头上有两只脚的 恶魔 哎呀算了啦 这么辛苦做吗 这个项目又不是每个人可以过的 有餐鱼过就好了啦 没有人可以笑你的 举手就很爽了 你看就有船上去 有那个麦洛赫的 很爽 他就 最后谁赢啊 两个声音 最后 有两个脚的赢了 所以 他就举手 啊 放弃啦 上去 果然真的 有 哇 温暖 坐着休息 真的很累 然后还有喝热饮 不到两三分钟 他忽然间看到前面的雾 解开了 忽然间看到 就要到岸了 请问各位学家 如果 他知道说岸就要到了 他会放弃吗 肯定不会 那我想问问看各位成功的企业家 其实我们自己看到我们自己的岸 我们企业的岸在哪里吗 我本身的经验是当初真的没有这个资本 没有腐化公司的协助下 我真的看不到我的岸 所以我相信我们这间公司成立的最重要的目的 不仅仅是赚钱而已 当然我们会赚很多钱啊 不仅仅是赚钱 但我们很重要的是 我们要把企业家们从这里 就像我一样 以一个很小的资本 一个很大的梦想 也可以把他们从这边带到对岸去 所以我呼吁各位这里成功的企业家们 跟我们一起做一个这个有意义的动作 待会我们会在外面有兴趣扶持 跟帮忙我们整个马来西亚的企业 做得更大更好的话 我们在外面见 我们期待下次再跟大家的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